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到IP大小试第二集 我是JJ 我是Mavon,MPS Intellectual的Track Out Advisor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大部分Malaysian都很喜欢的食物 Mavon,你猜猜看是哪一种食物 Malaysian食物啊,大不得 Wantan Mee 对的,就是Wantan Mee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Case就是关于一家新加坡老字号云吞面的商标使用权之战 对对对,就是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我发生在新加坡的一间商标侵权案 OK,那我现在就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是怎样的事情 所以这家老字号云吞面呢,它叫做荣膏茶烧云吞面 所以它的第二代摊主呢,就与一个投资者各占50%的股份 他们就共同经营 所以当时老摊主去世之后呢,儿子就与那个投资者可能他们有不合啦 所以他们就于2018年他们就停业了 不久后那个投资者呢,就找了一个别的伙伴 租下来了原本的店面 然后开了一间那个也是卖鱼吞面叫做荣云吞面 那之前的摊主的儿子呢,就与他的姐妹在这个附近呢 也租下了一个店面 然后开的名字就叫做荣膏茶烧云吞面 是跟之前老摊主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呢,英文名却是不一样的 所以,之前的呢,是叫 EN NOODLE HOUSE 茶修丸弹谈米 但是呢,儿子新开的呢,却叫EN NOODLE HOUSE 茶修丸弹谈米 所以,说到这里呢,我有一个好奇的点 因为这两个名字呢,其实他们的差别只在于 NOODLE HOUSE 两个字,一个是有的,一个是没有的 那看起来是差不多啦,就是多了这两个字 那申请商标的话是可以被接受的蛮没分 嗯,就我刚刚听你说讲的那个Case的时候啊 EN NOODLE HOUSE 茶修丸弹谈米 嗯,EN NOODLE HOUSE 茶修丸弹谈米 哦,他已经混淆了啊 是不是很乱整个字啊 很乱耶 就,我会以为是同一家店 那,大众也可能会以为是同一家店 对,所以如果之前有人去注册了之后 就不可能就是去掉这两个字再去注册这样子,对不对 不可能啊 嗯,OK,他明白 OK,那我们继续讲解那个Case So,那位坛主呢,就于2018年呢,就去注册他们的店面的商标 就是,N茶修丸弹谈米 但是呢,却被那位合伙人反对他们的注册 并起诉他们是盗用商标 OK,就是因为他们起诉他们了嘛 那,我来去跟大家讲一下,在这场战争中,法官给出的结论是什么 那就是他们,法官是认为呢,老店,EN NOODLE HOUSE 在摊主儿子注册商标前,他们就已经结业了 所以呢,而且啦,旧的那家店 其实也是儿子一家,他们十多年来经营下来的 他们这样做是保留了老品牌荣高 而且他们并没有要破坏之前,旧店的那个商谊 最后呢,注册员就是批准他们可以使用这个商标的 所以那对合伙人就败诉了 so,这个case呢,就是这样子咯 那Mafen,像这种情况的话,要怎么预防 如果说,OK,就是在老店主跟那位合伙人之前的时候 那么早早的时候,他们就去注册了商标的话 他们有没有办法预防过后 现在发生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 如果是说双方一起合作做生意的话 我们会建议先把商标注册起来 那商标你要是共同拥有呢 还是由创办人,个人拥有的话 这些都必须在合约上面简定 写得一清二楚的 那你写得清清楚楚的话 那先小人后君子嘛 你不知道有一天 或者就是大家合伙人会不会有意见不合啊 或者是生意需要矿冲的时候 那这些商标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合约上面清除的简定了 你怎么处理就可以避免好像这样子的乱举发生 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嗯,如果说我们的商标是注册在公司名义下面 那如果我们的公司如果有一些原因倒了的话 那那个商标是要怎么处理呢 是归随的所有权呢 嗯,那商标呢 如果你是注册在公司的名义下面呢 其实公司不复存在的话 商标是跟着已经不效了 那最重要的记得要记住 如果你是有就是把公司关掉啊 或者是有一些变更的话 记得把商标转让出来 转让去其他公司 或者是转让给其他不同的股东暂时拥有 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些 呃,那个事宜啊 嗯,如果没有转让出来的话 公司到了,那个商标也就没有了对吗 没有了 哦,双方都不可能 好的好的 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大家可以获益良多哦 那我们今天本场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